台妹Mika 过去四年一个人游历全球 足迹遍布超过20个国家 今年年初Mika 参加了瑞典户外运动品牌 举办的网络票选 获得亚洲区第一名 可以远复极地挑战 由挪威出发去到瑞典 总共选择 三百公里长的冻土区 雪梟长征之旅 就是像这样子觉得很突发 然后很艰险的过程 之前我会觉得就是这些狗狗很可怜 可是反而是去了之后 你才知道这些狗 他们真的天生就是生下来跑的 反而是你刹车他们会很不爽 会生气 嘿 其中还包含就是要学习很多 雪地的生活技巧 我们会很容易觉得因为很冷 所以要穿很多在睡袋里面 但其实那是错的 反而穿越少越暖 类似这样子就是很多小事情 你发现其实他们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更聪明 其实都很辛苦 每天差不多要跑六十到八十公路 从早上八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差不多六七点才到 就是要眨眼的地方 极光雪景 可爱的雪梟犬 Mika的每一段旅程 看来就光纤艳丽 令人清晰的照片背后 其实都暗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而这次极地挑战来说 除了长途拔涉 还要自己搭帐篷 新火 食脱水 食物包 平常不过的热水粮 在极地来说是不可能的事 前一次Mika的尼泊尔姓武峰之旅 更加离患了高山症 痛苦的程度 令她觉得死亡迫近 不同于一般人 读完书才追梦 当初Mika就选择休学一年看世界 累积名气之后 毕业之前兼顾着学生 和旅游作者的双重身份 更加承受不少压力 之所以能够支持下去 除了想好好看世界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看着Mika故事的读者 都给她动力 我觉得休学其实是我人生当中 做过最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是叫大家都不要去念书 我是觉得在就是大学这段期间 或者是我们说二十几岁这段时间 就是人生里面很美好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年轻人们 就是能够好好利用这段 再也回不来的青春 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或者是至少明白自己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毕竟还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尽量乐在其中 但是我觉得当中其实有很多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辛苦 其实人生就是很多的选择题 有得就有失 但是有失才有得 可能会错过很多 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啊 然后没办法陪我的狗啊 像朋友也是 可能就是久久才能见一次面 一开始的契机就是 想要去看世界吧 就觉得世界那么大 不知道其他角落的人在干嘛 就开始分享一些 我在旅行路上看到的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其实我分享出来的东西 是可以鼓励到某些其他人的 透过跟我写的东西 然后看到世界不一样的样 这是让我很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是去分享 今年的Apple發布会 靠你了 我会努力完成任务 将最新的iPhone带回来的了 想看最新iPhone消息 想看最新iPhone消息 即上GadgetGuide Facebook Page 也订阅 也订阅 也订阅